大家好 我是中文 我們只要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今天的天氣跟昨天比較起來 算是蠻穩定的 而且蠻涼爽的 還不錯的天氣 如果大家沒有待在家裡 而有充足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可以好好把握今天的這個天氣喔 那麼我們汁水 會有今天比較穩定的天氣喔 而且會有點風 太陽又沒有很大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封面雲系的位置已經往南邊 移動到巴士海峽附近了 我們台灣附近 還有這個封面的這個殘留雲系 有一些水氣在這個地方喔 但是都是屬於一些比較淺薄的雲系 所以下雨機率並不是很高 但是這個淺薄的雲系 又可以遮住陽光 加上還是有一些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在鷹封面的北部 還有西半部喔 沿海地區感覺 還是有點風滿涼爽的這個感覺喔 但是我們從雲圖上面也可以看到 這波封面雲系的主體喔 在整個它西南方的地方 到南海附近這邊是一個很大的低壓帶喔 那麼這個地方水氣量比較多 而且比較容易有一些小範圍的 這個低壓雲系生成 所以它已經有點 鮪與封面的這個雛形了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一道的 這個封面雲系 至於它目前的位置呢 在巴士海峽附近 稍微比較偏離了我們台灣一點點 那麼預計穩定的天氣 大概可以到明天的上半天 禮拜二開始 封面雲系比較明顯 北台之後我們台灣會慢慢的 轉去比較不穩定的天氣形態 接下來禮拜三禮拜四喔 到下個禮拜的這段期間 除了這道封面雲系本身的影響之外 可以看到在中國南方也是有些水氣 會陸續發展起來 我們台灣喔 大概在禮拜四禮拜五開始 就會逐漸受到這個封面 主體的這個影響 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喔 而且要注意可能會有局部 比較大的雨勢 提醒大家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中華來說 穩定天氣會到明天 那麼禮拜二開始的話 封面雲系喔 北台的這個程度會比較明顯 所以天氣就會變得比較不穩定的 尤其又是在端午節當天 所以提醒大家這個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 南來北往的話 要特別注意交通 可能會受到這個天氣的影響 另外下雨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今天主要是偏這個東風 又有點東北風的感覺 所以今天在我們台灣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局部零星的短暫爭雨 那麼到明天的下半天的時候 封面雲系會稍微北台一點點 加上可能有一些小範圍 低下發展起來的機會 在我們南部跟東半部地區 要注意可能會開始有一些短暫爭雨 那麼到禮拜二 封面北台的情況會再更加明顯 南部東半部比較容易有陣雨之外 中部以北也比較容易有五厚雷陣雨 那麼接下來就是禮拜三禮拜四 整個封面北台的這個狀況 會更加明顯 再加上中國南方一些水氣的影響 我們全台灣可能都會慢慢的 轉成有雨的機會 所以慢慢的這個東風節過後 可能這個封面雲系 尤其是美雨封面的情況 會發展的更加完備 提醒大家要特別的當心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全台灣各地的天氣 記得在今天晚上的話 大致上天氣都還算是不錯 只有東半部地區有絕不零新的短暫爭雨 溫度的話 北部跟東北部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涼一點 這個溫度大概只有22到25度左右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空氣品質 中南部很容易達到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那麼明天白天的話 天氣是跟今天比較類似 最主要的話是我們的這個西半部地區 都還是穩定 但是南部的高雄 平東可能會有午後的這個雷震雨 東半部還是會容易有 局部零新的短暫的震雨 那麼明天下半天的話 我們南部跟這個東南部地區 因為受到封面雲系 稍微北台的影響 可能到晚上都還是會有震雨的這個機會 那麼在溫度的話 明天因為天氣更加的這個穩定 所以西半部的溫度會比較明顯的回升 預估中午高溫都可以來到 大概27到30度的 幫我們東半部地區中午 也都會比較溫暖 是會有點炎熱的感覺 另外特別注意的還是空氣品質 中南部仍然有機會達到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級 除了中午前後 臭氧濃度比較容易偏高之外 這個全天的 這懸浮微粒的濃度 可能都會是比較偏高一點的情況 所以就再為大家做一點這個總整理 明天天氣還算是穩定 尤其是中部以北 可以把握相對穩定的天氣 那麼在南部跟東南部的話 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短暫暫雨 主要是在中午過後 因為晚上可能還會有 局部零星的短暫暫雨 那麼白天的話 溫度會有小幅度的回升 禮拜二端午節當天 豐面雲氣北台會影響到台灣 南部跟東半部有暫雨 中部以北的話要注意 會有五後雷暫雨 會有五後雷暫雨